2022年5月2号中午 家餐来了 这个还是送给友人银 这个能看得到的 那就是 因为过几天 这些都要给他拿下来了 包括前两天的 今天是第三期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板块呢 是这个 来跟着我这回仔细看啊 网友说这个位置还是看不见 那么这个位置总能看得见吧 这回 这数字多清晰呀 这个是什么板块 家电ETF 那家电ETF 跟我昨天介绍的消费 有啥区别呢 这个是关键 来 我们先从这个位置引入 给这个位置找到家电 这不家电吗 然后双击它就是这样 找它跟消费的区别 不是从图表上看 我们得进入F10就在这 进入啊 那么看主要不是说 看它的金额多少 而是看它的持股都是什么 来 给这个位置看 叫做投资组合 你瞧 我们在讲消费的时候呢 大家说还是看不到这个码 看到没 这回看到了吧 有的人说 使了投屏也看不清 你那个投屏电视是不是小啊 放大一点 另外沿着这个K线图 一共就这几个消费的ETF 一找就能对比得上 从哪块看 就从这几个数字看 看得非常沉 非常清晰 在这也有啊 这都有的 另外你从图形 你举于说这个消费 最高是1.545 你按照这个价钱 还有最低是0.933 看不看到这个933是个啥意思啊 有人说哦 这不是帮助你曾经讲过的 双胞胎数字吗 没错 看出现双胞胎数字之后 出现了一个行情的反转 对不对 那么咱们不管它到底什么数字了 总之这些东西都是 你把它加到自己的自选方面 因为这个是五六七三个月 今年第一波持有行情 中期行情 古邦现在开始关注这些东西了 明白吧 所以这些东西给大家呢 就是一个小家餐 因为在节假日期间 看的人比较少 所以谁看着呢 都是有缘人 能听得到古邦这份话的 咱们恭喜你 能多得一点吧 好 那通过这几个特征 你也不看这个数字 也能把消费板块找得到 那么我们看消费跟家电的区别在哪 仍然看这个F10 咱指的是公布的数据啊 从F10 我们看它的持股到底是啥 看到没 还是找到这个投资组合 你看这个里面的投资组合 消费呢 大多都是酒类的 你像茅台伊利五粮 牧原卢州山西 海天 看到这儿 就是底下就是小的就没有了 像温室 下面小的像杨河呀 双汇呀 包括底下就没有名的 很小的咱们就不提 那你说这些具体的持股的东西 和刚刚我说的这个板块一样吗 来咱们看家电 这个家电大家也找啊 这个是最低点是0.903 最高位置这个位置是1.503 或者是1.508啊 这个位置不要紧 你就找出这个图形呢 那么从这块和这块 也都能看到它的数字 就得了 来我们看它的具体F10 通过F10 你看它这里面 格力美帝海尔 三花 克奥 和石头 老板电器 还有四川成红公牛 看到没 这些东西 跟刚才那个是不是不一样啊 所以有人说 说消费板块 也包含了这个家电 对不对呢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但咱们不是说消费板块 不包含家电类的大消费 对吧 所以咱们听话呢 一定得听音 好了 这个位置我们已经看明白了消费 和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家电 不一样 那么不一样 回头我们怎么去弄它呢 这个才是关键 从日线图上 是不是消费板块 自从建了九三三 九毛三分三 这个双胞胎数字之后 它出现了反弹 而且第一点在不断抬高 对吧 记住这个特征 第一点不断抬高 再见到了九三三这个位置 第一点不断抬高 可是我们看这个家电呢 家电它就走的是横盘整理 那么仍然创了一个新低 这个新低 这个坑 大概率就是一个红金坑 如果说摆这后面打不上 这不也是第一点不破吗 对吧 那么它也是明显强于大盘 我们再看大盘的走势 瞧瞧大盘走势在这 这个就是建了低点 这个是一个副村长级的发话吗 喊话 然后还是建了新低 大盘大幅的建了新低 而不光是消费啊 也不光是咱们这 我们先看一眼这个消费 消费是低点不断抬高 那么家电呢 是刚刚创了一个新低 立即收回 这个属于一个黄金坑 那么在这个期间 就说消费呢 比今天的这个家电板块 要强势 但它要强势 后期能不能涨过家电 就不确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消费 它里面是占酒的居多 对吧 像猪肉啊 这些东西就占大量的CPI CPI是啥呢 就是人们的生活的一个指数方面 如果这个东西物价上涨 那他们啊 就是CPI上涨 这国家不愿意看到 因为CPI上涨 老百姓遭罪 对吧 就是你10块钱能买的东西 你这回得花11 12了 而家电就不一样 家电是什么 国家希望他们生意好 而且国家还给补贴 现在这些刚刚看过这个 就是以咱们这个技术图形 先放到这啊 再回到F10 你看 从持股这方面 这些东西 这不都是跟家电下行有关吗 这是符合产业政策 所以呢 在图形上 比正常的那个消费差一点之外 剩下的也不错 而且这个位置 横的这个位置 我们能看得到啊 它往往在卖出的时候爆料 为什么 有人说这是在出逃吗 不对 这个位置呢 通过技术走势 我们看 这都是在 一个 你看似是一个爆料 但实际呢 它就是在这一个晃骨 就是在挤 挤别人 它在吸筹 你看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 这都是并现阳啊 这是很强的走势 所以在技术上分析 这个位置都没毛病 而且像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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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大量放出 这不是散户行为 有些人说 家电呢 他们自己也在增持 包括董明珠 对不对 他们也在自己搞一搞 但这些东西 不是说现在咱们讲的重点 咱们讲的重点 是未来五六七这三个月 它要给咱们带来肉 这个是关键 好 具体的背后什么逻辑呢 我们在之前也讲过 这呢 就不加以赘述 总结一下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 家电板块 这些技术参数 咱不重提了 因为这些东西呢 在技术分析 和这个市场上 尤其是在基本面上 我们都不用挨个去攀去比 因为前面那几个 你像这个家电里的 海尔啊 包括美帝啊 包括这个格力 哪个不是强的 你还是说 这个里面的又是 像老板呢 是藏红啊 还是公牛啊 哪个不是佼佼者 从基本面上 这些东西咱们就不用看了 从其他方面呢 我们要谈的话 今天这个就会说的很长时间 所以直进主题 有人就是说这样 说帮主你别说三岁的 说一岁的 有能力 咱们就说一岁的 这回咱们就讲一岁的 不讲三岁的了 四岁的更不讲 那么直接把代码都放到这了 好了 送给有缘银吧 希望大家抓紧收看 看不懂的呢 不要紧 你给它记下来 代码就得了 然后呢 五六七三个月 自己去 好好的就加以利用 我是古邦 明天啊 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课程 喜欢的呢 明天中午追着看 好 朋友们 今天这个我们就放到这 好 我们下期 这些假参见